休士顿Local News Time 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的是德州众目台AM16 在6月30号星期四的德州 以及休士顿地方新闻消息 第一个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 在休士顿地区的新闻 那在休士顿地区呢 我们来看到最近相信大家的天气 就会看到一下下雨非常大 一下下雨非常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墨西哥湾的地区 有热带风暴 或是热带雨即将来到休士顿地区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指出 在休士顿地区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甚至在星期五的时候 有可能会带来大量的雨 如果你是在I10往南的地方 有可能会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目前这淹水的预估并不是说是非常有可能 但是是从不太可能变成到说是有可能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今天跟明天 如果发现雨突然就下很大的话 你经过任何高所谓的地区 都要特别注意小心 这个好处就是这星期四星期五天气 将会非常的凉爽 最高温度只是80几度而已 所以这两天虽然会下大雨 但是天气的热度终于可以减缓一点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其他休士顿的消息 就是休士顿市政府在星期二的时候 通过决议准备花710万来在休士顿地区 清除所谓的游民居住的地方 我们相信在休士顿地区会看到很多 在路上或者在高速公路桥底下等等 都会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这些游民 在路上或在大帐篷 休士顿的市政府决定用这7100万 是来自COVID新冠疫病毒的funding 来去做这件事情 把他们从这些地方搬离 搬到这一个市政府准备的房子 给他们去居住 这个算是他们休士顿地区 其实有段时间都有这一个计划 这个决定做多花7100万 在这个上面来去把这些游民搬家 这个计划其实也不是没有受到争论 那这个ACLU在2019年的时候 就在跟休士顿市政府大打了一仗 那从2017年法律诉讼 一直到2019年 休士顿市政府竟然赢了 那所以这个计划就当然是继续进行 那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计划 帮助休士顿 或者也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游民们 那他们有一个房子可以住 好那接下来其他消息 我们来看到的是在休士顿北边 Harris County北边的地方 在200号在Hollow Street的地方 在昨天晚上有发生枪击案件 那这个主要是男朋友到前女朋友家 射杀了他跟他的朋友 所以目前警方正在抓这一个犯人 那这个犯人呢 这个根据消息指出啊 这个他已经不是出犯了 他目前呢 他是在这个被保送出 这个出到外面来的 那他这一个呢 呃之前呢 有犯犯两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抢劫案件 那这个呢 犯人命叫做Bronfield 那目前呢正在被警方这个追捕当中 好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休士顿也是啊 这个之前相信有被报导过 那就是在休士顿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呢 一个黑人牧师 之前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 跟人家可能出了争执 然后就被人家枪杀 那目前呢 这个警方呢正在追捕 那目前这一个 如果任何消息的话 提供的话呢 这个奖金呢 将是提升到这个25,000元 最早一开始呢 是5000元而已 那现在目前提升到25,000元 如果有任何资讯的话呢 可以打电话到73222-8477 打给这个crimestoppers.org 这个就可以跟他们联络了 那目前呢 这一个犯人呢 还不知道是谁 只知道他是开着黑色的Honda Accord而已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呢 那就是关于这个德州 这个德州人 这个美国美式足球的前四分位啊 这个The Sean Watson呢 他到Cleven Brown以后呢 马上呢 就可能是要被这个联盟给竞赛了 那目前呢 联盟还是强烈指出说 决定想要把他竞赛给说 呃 永止竞赛 那直到这个 他的这个诉讼方法截止为止 那目前呢 这个双方啊 这个The Sean Watson呢 跟这个联盟呢 正在这一个所谓的appertation 也就是来看第三方的来判决 但是不管第三方判决如何呢 最后的决定权呢 是在这一个 美式足球联盟的这一个总裁 其实他会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 那就是在秀胜其他地方消息 那就是呢 在这个July 4呢 就即将来临了 那这个休斯顿的这个医生呢 提醒大家这个出外的时候呢 尤其是在人多拒绝的地方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小心 那目前呢 在休斯顿在6月的时候啊 这个COVID的数字呢 是这个23.9%人确诊 那这个比2020年6月的时候还要高 但是呢 为什么没有比在2020年呢 还紧张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打了疫苗 然后呢 也是或者是之前有得过又在被感染 那所以进到需要在这个医院 这个看病的这几率呢 降低了许多 所以呢 目前还没有那么紧张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 在这个July 4 Long Weekend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小心哦 好了 下面关系跟这个德州方面的消息 那你其中一个呢 就是也是跟这个COVID-19 这个新冠疫病毒呢 现在可以给5岁以下的孩子所使用呢 那之前呢 美国的这个CDC呢 或者还有这个Fillium Drug Administration呢 FDA呢 也是宣布啊 有这个紧急使用权 可以给小朋友5岁以下使用 打这个疫苗 那这个打疫苗这个情况当中呢 那当然这个Elmo 大家非常喜爱的 这个红色的这个Elmo 这个也是去打了疫苗了 因为Elmo呢 在儿童节目里面当中 永远都是3岁了 那当然这个消息 这个影片一被播出呢 就被这个右派的这一个许多政治家呢 包括这个德州的参议员 这Tekhus呢 也表示说啊 这个也感觉这个好像是在 这个洗脑大家 那他也是在这推特上面发布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说呢 这一个Elmo呢 这个帮这个大家去大力推广这个疫苗 但是呢 没有提供给任何这科学的证据 那这个疫苗的方法呢 不知道大家您是觉得如何 那不管怎么样 还是最好事先跟您的家庭医生沟通以后一下再说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其他德州的新闻消息 那就是呢 之前呢 我们讲到这个有18的大卡车里面 发现有53个已经去世的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 那这一些情况下当中呢 目前德州呢 也是宣布了将会有其他新的这个审核法 审核方法 那将会说是更严格的去审查 这所有的卡车进入到这一个德州地区 以免呢 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好那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其他的新闻消息 我们来看到的 那是提醒大家July 4就要来临呢 那这一个最近呢 这个美国旅游航空啊 这个非常夸张的 那就是飞机不是cancel就是delay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计划在July 4坐飞机出去的话呢 也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飞机航班的消息 还有回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也要预备 有可能这个飞机也回不来了 你可能会要有其他的这个第二个计划 提醒大家 因为在July 4呢 也算是这个长周末 也是呢 这个大家这个旅游的这个高峰期 好 接下来下个新闻消息 我们来看到呢 在德州呢 越来越多学校呢 开始跟这一个科技公司来去monitor 来去确定 或是来关顾这一个他们的学生们 那主要的一个学校呢 怎么来讲的 就是这个Siguit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那这个呢 是在这个San Antonio的36 mile往东的地方 那他们主要呢 之前呢 这个收到他们这个合作的公司呢 通知他们有一个学生呢 这个想要自杀的这个消息 然后呢 这个学校呢 就是组成一个团队 以及跟家长一起合作 那把这个孩子呢 这个 那他从本来想要自杀的边缘呢 也拯救了回来 那越来越多呢 德州的学校呢 开学区啊 开始有这一个类似的计划 那这个目前呢 德州学校有1200个学区 那大约有200多个学区呢 都有类似的计划 那目前呢 最流行的是两个这个公司 一个叫做Gaggle 那Gaggle呢 所用的这个所谓的monitor学生的方法呢 就是主要是观看学生的学校所给出的这个电脑 以及呢 学校的这个email系统里面当中 如果学生有写任何关于自杀 或者是想要这个攻击学校等等的讯息呢 都会通知学校 那另外一个呢 公司啊 这个所使用的比较特别 他是在这一个social media上面呢 去侦查或者是看看 有没有学生发布任何一个消息 对学校或者是对这个学区有不利的 等等的讯息 那都会跟学校通报 那当然呢 这个所谓的侦查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是关心小儿童的这些事情呢 大家都是有说好也有说坏 同样呢 他有好的一面 就是可以提早发现有问题的事情 那但是另外一个呢 可能就是你的隐私呢 或者你孩子的隐私呢 又慢慢变少了一点哦 那这一个呢 目前学校呢 大约每一年呢 大约是发费两万多块钱 在这些所谓的软体 或者这些公司的服务上面 那当然是跟学期的人数 有多少都是有相关的 好那接下来呢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 那就是呃 最后两个消息 那就是在这个德州州长的竞选呢 越来越火热了 那就是Greg Urban呢 又在对上Battle or Work 那德州州长呢 最近花了两千万在这个买这个广告 那根据他的这个选举人表示呢 选举呃 表示呢这个他们将会计划呢 发这次选举将会发花了这个一亿元 在这个选举上面 那目前呢 这一个德州州长呢 这个Abbin呢 这个算是这个有钱的程度呢 是4980万可以发挥在这一个所谓选举上面 那这个Battle or Work呢 目前是680万而已 那这相差是非常的大 那下一个报告呢 是在7月15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会不会把这个差距变得更近了一点 好那最后一个新闻消息呢 提醒大家 那就是啊 这个最近呢 Zill就是也是这个Chase Quick Pay等等 这银行之间互相转钱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好像目前有新的这个诈骗的这个方式 那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诈骗方式是怎么样呢 那简单来说 你就会收到一个简讯 说是你有某某的钱被转出去 那以后要跟你联络 那我们通常呢 一看就说 哎呀 这个简讯是假的 所以我们会打电话 跟这个银行联络 确定是否真的有这件事情 那打了银行联络呢 最后发现这个银行的电话常常不通 又或是要等很久 你就留下电话码 等银行打电话回来 那没想到这个诈骗集团呢 非常的聪明 也认知你就会做这件事情 那银行呢 也就是呢 这个可能会没办法马上接到你的电话 然后呢 他们就打电话进来 打假装是银行 然后就此呢 来去诈骗你的钱呢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非常注意 小心 记得你在用Zill 或者是呢 任何的这个所谓 直接转账的服务呢 这个钱一出去的时候呢 这个出去就有可能要不回来了 因为这个所有的Message 都讲说是你这个钱 就像现金一样转出去 就几乎是拿不回来了 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呢 不过呢 其实呢 这个有不同的法案呢 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呢 在被受骗的情况下当中呢 银行还是有可能可以 你可以跟银行要求把钱要回来 但是呢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一点 你可以呢 最先要先去报案 然后呢跟这一个德州的这一些 不同的机构 或者是一些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y联络 然后呢 再去跟银行Fight 那这个越来越多呢 可能这个 大家集体诉讼银行的话呢 你就有可能会拿回一些钱 那不过呢 最主要还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小心哦 好 以上就是假带金针票 今天的德州 以及诉讼地方新闻消息 我们明天再见哦 拜拜